直至昨晚凌晨就是录得74宗个案 个案编号是4408去到4481 其中有4宗是输入性个案 有50宗左右就是和其他个案相关的 另外有20宗是未有源头的个案 遗中货柜码头 我们就派了准就和那些员工测试 陆续都收紧一些结果回来的 其中就是我们就录得34宗 是和其中货柜码头个案有关的个案 就是工作人员 其中的33宗个案都是宏秘那间公司的 很多都是无病征的个案 我们陆续都送给其他员工 去检疫中心的 另外就是我们多了一宗个案 就是4471 就是一个印容来的 它就是住在长兴大厦的二楼 其实我们调查知道 原来是那个负责人 都是和九楼同一个负责人来的 我们知道那个单位里面 还有其他四位的外容都会安排 他们接受检疫的 另外也有多一位是和这位个案相关的 一个初步阳性的个案 这个4471除了在7月中至到尾 住在这个长兴二楼那里 他8月1号都去了一个新雇主那里 在鑽石山的 其他的雇主的家人那些 我们都需要他们接受检疫的 那是一个人的优优独播剧场 和这一种优独播剧场 这一种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